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今天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三种火层 这些火层呢 都是倒立火层 倒立火层呢 对肩膀的力量有一定的要求 好像挺像我说的第一种火层 首先呢 面对着墙 双手肩的距离呢 我说要台大比肩 不管就可以了 好 倒立 记住 身体要帮紧 然后躯干 不可以踏腰或头背 肩膀要紧直 好 因为倒立火层呢 比较费劲 所以呢 第一种我们做20个就可以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种 第二种呢 我们面对着墙 好 这是第二种火层 我们做20个 下面进行第三种火层 好 这是第二种火层 我们做到20个 下面进行第三种火层 上面是这样 我们在离墙呢 大概有两步的距离 在这个位置 把手放在这儿 脚往上走 就是呢 人不是完全一个倒立 于墙面有一些夹脚 好 我们现在坐 这种火层呢 比倒立火层会更烈一些 因为它这个受力会更大 我们做上20个一组 好 这三种火层呢 是一大组 做一个循环 我们每天训练三大组就可以 好 这个是今天的教训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们节目下方的QG统织和分座 或者呢 加入我们公所的官方微信平台 还可以呢 参加到我们公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讨论和交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